大家好,欢迎来到科技磁场,我是主播小田。 大多数用户都在期待华为Mate50系列的到来,而且目前来看关于新机的爆料信息已经非常的清晰,并且分为三款全新的版本,它们自身都仅支持4G。 那么,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前瞻,看看哪一款产品比较值得大家进行期待。 华为Mate50系列共三款手机 首先是华为Mate50标准版,作为一款标准版机型,爆料数据显示外观设计方面采用的是直面屏设计,而且还采用居中挖孔屏设计,机身背部后置三摄镜头,符合当下市场的潮流。 而且身为新机,屏幕方面会支持120Hz刷新率,支持PWM调光技术,但按照版本之间的区别来看,应该不会去支持On-Team BTU技术。 同时续航方面有望支持66W快充,以及在拍照参数方面稍微不是那么激进一些,但是IP68级别的防水防尘应该会进行支持。 其次是华为Mate50Po,这款产品的爆料信息非常强大,正面将会采用刘海曲面屏设计,刘海内提供更强大的3D人脸组件,机身背部的设计和标准版差不多,但是镜头数量会发生明显的改变。 屏幕素质方面也要变得更强一些,有望支持On-Team BTU技术,并且很可能前置中弄出新花样,很多新特性新功能会在前置上实现。 至于快充方面将会支持100W功率,支持Turbo技术,以及在很多细节方面进一步的提升,甚至有可能会继续使用10倍光学变焦等技术来冲击影像市场。 最后是华为Mate50RS,这可是华为Mate系列的经典保留项目,按照以往Mate系列保时捷设计版的策略,保时捷设计应该是基于Po版本打造。 而根据爆料信息来看,华为Mate50RS采用新环摄像头设计语言,摄像头周围有红色包边,贝壳延续了经典的跑道设计语言,将跑车元素与力量感线条二者融合,辨识度非常的高。 关键是,往年的保时捷版本都会独占一些功能,又或者是在某些功能方面变得很激进,那么,今年应该也不会例外,甚至有望带来更多的惊喜。 其实除了以上的爆料信息,三款机型的核心配置和系统都很清晰,比如华为Mate50有望搭载骁龙8 Gen1处理器,华为Mate50Po有望搭载骁龙8家处理器,华为Mate50RS有望搭载麒麟9000S。 它们三款机型现在都仅有的是4G网络,不过好的消息是,这些都可以用5G手机可使其5G连接。 所以今年看来,整个系列的竞争更明显,非常值得期待。 此外,华为还会继续在影像方面发力,这让它们的能力也得到了提升,因为华为是最早从手机相机开始发力的手机品牌,并且就在前不久还发布了自己的相机品牌XMate。 关键是从华为之前和莱卡合作期间,相信华为从莱卡那里学到了不少新技术,所以华为Mate50系列应该可以带来很多出色的表现。 至于系统方面,应该都没有什么悬念,内置鸿蒙3.0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,所以对消费者来说,使用体验上应该可以得到出色的效果。 最后想说的是,作为新一代的商务旗舰手机,X轴线性马达,全新一代屏下指纹,多功能,NSC,立体扬声器等功能,应该都不会缺席。 鸿蒙3.0系统Beta版长线开始大规模推送。 华为在7月27日的时候推出了鸿蒙3.0系统,到目前还没有一周的时间,现在华为鸿蒙3.0系统已经开启大规模升级推送了,这速度还是比较快的。 这次Beta版长线招募,首批长线升级支持的机型有14款,分别为华为P50系列,P50,P50 Pro,P50 Pro点藏版,P50 Pro Pocket,P50 Pro Pocket艺术定制版。 华为Mate 40系列,Mate 40,Mate 40 Pro,Mate 40 Pro 4G,Mate 40 Pro加,Mate 40 Earth保时捷设计,Mate 40 Earth保时捷设计点藏版。 华为智慧屏V系列,华为智慧屏V65 Pro,V75 Pro华为MatePad系列,MatePad Pro 12.6英寸2021。 现在这14款手机及设备已经可以升级鸿蒙3.0系统了,因为是长线升级,并不是所有的用户都可以升级,首批升级的用户包括20,000iLED加400Log用户。 尤其是鸿蒙OS系统的发展速度也不慢,从正式发布到现在还没有一周的时间,首批背贴长线版就要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推送了,可以说非常的夸张。 这次推送的鸿蒙3.0系统版本号为3.0.0.82,推送的升级更新包大小达6GB,华为鸿蒙3.0系统升级在流畅性方面进行了优化升级更新,优于鸿蒙2.0系统。 此外,华为鸿蒙3.0系统升级还对万能卡片、智能文件夹、智能桌面、超级终端、功耗优化以及隐私安全等方面进行了优化升级更新, 因为老板内置了LOG系统功耗上会大一些,这些属于正常现象。 不管怎么说,鸿蒙系统确实会带来非常大的改变,尤其是万物互联方面, 以前鸿蒙采用的是1XN的互联网式这种模式,必须用智能手机作为互联枢纽。 然而现在鸿蒙3.0采用的是NXN到互联模式,这种模式下除了智能手机其他搭载鸿蒙系统的设备,也有可能成为互联的中心枢纽。 换言之就是其生态方面的限制会变得更小一些,并且在万物互联方面的体验会得到非常明显的提升。 总而言之,一直以来,鸿蒙系统的最终目标都是实现万物互联,如今鸿蒙3.0做到了,并且还让很多用户即将体验到。 好了,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,下期我们再见。